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聊天节目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有趣的话题 首先 我们探讨了德国队在这次比赛中夺冠的可能性 以及他们是否能够顺利击败西班牙队 随后 我们转到了一些技术话题 讨论了如何训练自己的ChatGPT模型 以及预测了这次比赛的四强队伍 接下来 我们聊到了最近国内外的一些重大事件 例如 中国的天龙三号火箭发射失败 以及深中通道经过七年的建设终于通车 这些话题引发了大家对科技进步和基础设施建设的热烈讨论 最后 我们还讨论了全球政治局势 包括法国的议会选举 拜登和特朗普的竞选动态 以及马克龙和勒庞在法国政坛上的激烈竞争 这些话题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世界各地的政治变化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期待更多精彩话题的分享 眼角含笑 BMW说 眼角含笑 老钟说 德国对这次得冠军的希望很大 看看能否先过得了西班牙这一关 福克斯说 拿张图压压阵 那来 说 HTTPS HTTPS 3W.UTU.COM WATCH V等于Z2SFHT HTTPS 3W.UTU.COM WATCH V等于CJKBMFH New Jersey下滑线计 如何训练你自己的CHAT GPT 第一步是于训练 基本是每年进行一次 下载10TB互联网文本 搞来6000块GPU 将文本压缩到神经网络中 付费200万美元 等待约12天 获得基础模型 第二步是微调 可以周围频率进行 撰写标注说明 故人或用Scalia 收集10万份高质量对话或其他内容 在这些数据上微调 等待约一天 得到一个可以充当得力助手的模型 进行大量评估 部署 监控并收集模型的不当输出 回到步骤一再来一遍 程大厨说 预测四强 得法应傲 纳兰说 https buildmicrosoft.com inus sessions db3f4859 cd30 444 a0cd553c 3304f812 ChatGPT等GPT助手的训练途径 分为标记化 tokenization 预训练 pre-training 监督微调 supervised fine tuning 和人类反馈强化 学习 rlhf 几步 讲解还介绍了有效使用这些模型的实用技术和新职模型的方法 包括提示策略 pronting strategies 微调 fantuning 快速增长的工具生态系统及其未来的扩展 Scott Wong说 out in b go 程大厨 说 当年八国联军这次参加欧洲杯的就意大利目前淘汰了 还剩我说的这四个 stuck下划线 out下划线 tong下划线 closed下划线 ice fook说 爱甜点 甜姐甜大爷 天龙三号发射失败 https 微博点com61463484495051006301506740 甜点 说 笑得在地板上打滚不可避免的失败中前行一见己星 叫明吧 撑不上眼 fook说 这个是走可回收的路 消息有点混乱 据说是试车的时候没捆住 飞上去了 goodentag0000说 这是事故 动力测试平台 测试一级动力 火箭冲出来了 fook说 管我 甜点 说 我看到也是 fook说 潜在风险是很大 离城市那么近 甜点 说 深中通道历经七年今天通车 总共有五个出入口 深圳保安机场互通利交 南沙出口 翠亨东出口 中山东部外环高速出口 马鞍岛出口 scott wong说 宏大功臣 甜点 说 你这咖啡香气 他睡不着了 呲牙咧嘴的笑 scott wong说 老何喜欢咖啡 谁说到底谁稳了 谁乱了 谁乱了 体制非电不可 死而求生 全大劝退拜登 全大劝击习近平 中美各怀体制之杯 2024阴差阳错 大币额元年启动 华尔街论坛 周日报 TAPS B3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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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青说不是这样的 这次事故有些搞笑 本来是火箭发动机平台的地面测试 结果火箭没有固定住 飞了出去笑得在地板上打滚 纳兰说 中国的L应用开发走得很快 芯片封锁完全没影响社会 自动化治理系统的发展建设 实验说会比美国快速应用 法国议会选举需要注意什么 以及何时注意 马克龙的豪赌与极右翼的追起 投票率有望创下近30年的最高纪录 深刻欧洲20240701 而他其实B&N770 由阿克龙失败了 目前已经获得了信息显示 极右派获胜 B&W说 那么小马哥在未来的四年 估计不能指望了 思考的脸思考的脸思考的脸 10月说几天之后 苏拉克同学可能大败 B&W说 苏同学4号肯定败 他们内部赌博都赌了 小马哥倒是有点失望 10月说 法国如果是联合政府能做什么 我的政党得臭可能太低算 B&W说 投降洗吉尔气 洗吉尔气 洗吉尔气 10月说 我最惨的是下台 B&W说 那个急又是亲俄罗斯吗 10月说有点 内幕拜登团队和奥巴马团队的对决 民主党内战一出几发 拜登团队开始猛烈批评奥巴马团队 他们对上恐惧和害怕 而对于曾经的盟友 则进行了嘲讽 深刻美国2024人701 在东正视野 是为习近平花了警惕时间 为思考 怎么恢复中国在情组 舍物中的核心地位 由于这6W307KPrius 我们慢慢形成了快速追踪 全球形式的能力 正在努力解决能力问题 希望速度更快一些 更多6度角度 更多数据分析 BMW说 马克龙这下是完大了 实验说 今天有趣的事情 希腊想恢复6天工作制 突发法国政坛历史性变质 那旁极右业政大 手轮只要要领先 马克龙梦魇时刻 6度解析 2024-0630 BMW说 您说小马哥有没有可能跟极右联合 一个白脸一个红脸 毕竟我看极右的主张还正常啊 比如要停止援助乌克兰 买俄国天然气啥的 实验说 这个没想过 BMW说 西班牙终于二缸一了 拿下估计没啥问题了 实验说 马克龙的滑铁路 从太阳网变成 韩豆先生 内旁的崛起 与斯塔莫的噩梦 法国政治质变的启示 共党的危机四伏 法拉奇的狩猎记 深刻欧洲 2024-0701 TWJIUMPIUMPI 例如说 西班牙19号潜力巨大 够勇敢 丹麦取消了一个法定节日 差点没让唾沫淹死 实验说 有了来自戴威英的内容 还有民主党内部的担忧 Huma说 共同社北京 苏州6月30日电 30日从多名日中关系消息人士出获悉 关于中国江苏省苏州市 发生的日籍母子遇袭事件 当地有关部门已告知日本政府 中国籍男子的作案动机 以为对社会不满 该案正在侦办当中 据称 该男子没有工作 也没有家人 感到被孤立 事件可能并非针对日本人 而是随机无差别袭击 一页下话献亏 说看到昨天老钟哥跟叶青先生 关于剥削一词的讨论 作为一个80后 看到剥削这个词语 觉得并不是一个难以接受的词语 可能没有老钟哥那么深刻的理解 不过不太同意叶青先生 将剥削与资本出租相等化 若按照资本出租的理论基础 那么应该是在一个天平倾斜不那么严重的情况下 而剥削 天平倾斜资本家是非常严重的 如曾经房地产的建筑工人 房地产商人只需要建好一块地就能立即发财 但工人却几乎很难得到太大的受益 更如中国的美团 滴滴等公司的运作方式 还有大大小小的工厂 若深入其中 会发现有很多的剥削行为 其所得利益与付出的劳动强度和时间 在现实中很难达到其真实收益的1% 请问何平先生 您觉得今年的大选还是拜登当选 有没有可能这两个老头选上了 立即退位让年轻人顶上 谁也说我确定呀 拜登还能躺多久 拜登面临更多压力 要求其退出2024年精神 幕后民主党最害怕的是什么 深刻美国2024年701 他指纸B784SBGM 程大厨说仇人脑洞够大呀 谁也说大卫颜 拜登的家人聚集起来 不只是第一夫人 亨特也发表了强烈的看法 试图弄清楚如何还给民主党的交韧 深刻美国2024年701 他指一指一指BWQFX的call 一页下话献亏 说没办法呀 只能寄希望如此 不然看着老头在台上 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谁也说今天带文英的结论 继续战斗 结下话献祭 说虽然何老板说 美国也有很多人很辛苦 工作时间很长 但是对于中国很多小孩子来说 在他们需要成长的时刻那么辛苦 休息时间那么少是一种摧残 程大厨说 共和党或民主党上台有啥区别 美国还是美国 更别说党内让谁上了 实际说孩子们负担太重 是非常糟糕的事 至少大多数孩子 应该过更轻松的上儿时代 在更更虚眼之外 是英文华的敬天世界 而思考 总够恢复中国在秦州 甚不可能的黑省地位 或是有很大理想的人不同 他们会自觉超常的学习 美国的公立教育是失败的 也有一些优秀的孩子 从公立学校承担起来 但是整体是失败的 或者说非常失败 节下话献祭 说可能美国公立教育失败 中国教育更是如此 谁说中国孩子负担实在太沉重了 大部分孩子应该接受 一般新教育就可以了 叶青说 你说的不就是我说的吗 资本出租获利就是 你说的这种形式 开发商以垄断性资本买断了土地 形成对该土地的垄断为平台 将劳动岗位租借给民工 民工获得自己的工资 而民工劳动的成果形成的利润 则成为了资本租金 这完全符合寻租经济的逻辑 所以说还有一篇比较有内幕的节目 马上播放 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判断 什么样的内幕是比较可信的 然后奉献给大家 爱维莹家族风暴 拜登家人陆批精神团队 无法胜任 要求大会说 听着瞧 我们不会让90分钟的谈话 定义你担任总统的司令 深刻美国20240-701 DVGA-60C-WFG首语 民主党将责任归咎于拜登 党内高层推卸责任 拜登团队自作自受 人正直以慌了 拜登还能撑多久 民调显示 拜登和特朗普基本大臣停手 深刻美国20240-701 下话线S说 这是韩国人发的帖子 翻译成的中文 有Doditor说 拜登家族在戴维莹决定了 马克龙完了 法国右转 苏纳克快完了 英国左转 点点今天是2024年7月1日 HTTPS 3w.youtube.com watch V等于下话线T3 FQEN XF8 阿嘉维龙说 川普带领大家飞越封人院 南西很像护士长 Roflow HTTPS www.billybilly.com videobv.com 4y.youtube.com 川普如果没选赢将会变成政治植物人 参看飞越封人院 参看飞越封人院 然后被共和党的酋长用枕头 那个酋长可能是德桑蒂斯 Sweat 底下smile Gugentag 0000说 笑到流泪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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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X说 嗯 赢了 还这么稳妥 果然是保守派喜极而泣 让我想起阿根廷的米莱 赢的时候那个场景 那程大厨 今天给瓦咋过 程大厨 说 啊 是准备给我报销吗 咱们说 福音而已 且不如预期 法国选民的左倾本能 还是很降的 程大厨 说 又要让卢梭背锅 咱们说 法国的社会主义基础 从1848年以来 就一直很坚实 在最近的几任总统中 密特朗 奥朗德 他这次也参选 都是社会主义者 第二轮投票 左 中大联合的话 RN未必能拿到多数 FUX说 嗯 把你给报销了 阿加为龙说 HTTPS www.billybilly.com video bv est421x7L 程大厨 说 切 还以为田螺姑娘来了 一页下话献亏 说 这话 让你说的 上一次大选的时候 难道大厨就没有期待吗 那时候支持拜登的 在华人圈 是处于鄙视链底层的 如果忽略了民工劳动成果 形成的利润 那么 逻辑链条就断了 假设你给一个民工 一天十块钱的工钱 而你的房子 一套能卖一百万 那么 这还是资本寻租吗 这就是卷的结果呀 商业 教育业 都是这样子 一旦卷起来 所有人都是受害者 纳兰 说 人类社会金字塔形 不是很正常的吗 在平衡之后 还是少数人 占有优势资源 均贫富 没什么意义的 习仔 说 亚洲的颜值 就靠两个男人撑着 一个吴彦祖 可惜已经老了 而我 估计也撑不了太久 台湾美食太诱人 想起了胡适之哭 傅思年之叹 甜点 说 Germany the industrial powerhouse of Europe has been experiencing a shrinking manufacturing for the last two years PMI in June 43.5 Reason 程大厨 说 仇人 大选光我屁事 我去期待个啥子 话说 哪有什么鄙视链 顶多是互相鄙视 一页下话献亏 说 仇人 上一次大选 可是很多人 有不同看法的呀 那次觉得挺好玩的 关注度特别高 Scott Wong说 怎么互称仇人 一页下话献亏 说 因为我们是世仇 仇深深似海 阿加维隆说 既身败河身穿 Sweat 底线 Smile 甜点 说 At Nalan 对冲基金狂抛科技股 散户还在接盘 大买英伟达 华尔街聪明前 已经跑路了 阿加维隆说 或者 拜登向慈禧 而川普向光绪 Sweat 底线 Smile 顾磊西边 人道是 美国川普给力 乱石穿空 金涛拍案 卷起千堆雪 十月说 习近平 拜登 都只行证别人 两个夫人 一台戏 李尚服 前部下 惹护 天宾科技火箭 试车 出尸骨 习近平 几彩刹车 这样仇日 有点过 中国留学生 新西兰 跌头 日习滑 他们 VUC 3 批匪 Axim CDV 7 Hop Cosy 7 Nephews 程大厨 说 利空出尽 阿加维隆说 还没有裁决 HTTPS www.voachines.com A Supreme Court Ruling on Trump Immunity Looms 767-8896.html 美国最高法院 将于星期一 7月1日 就前总统特朗普 是否享有免于 刑事起诉的豁免 全做出裁决 这将是一项里程碑 意义的裁决 尽管大法官的裁决 可能会驳回 特朗普官 与他应该享有 绝对豁免权的主张 但这仍将是 今年选举前 是否举行 2020年选举干涉案 之审判的关键 程大厨 说 我这是新鲜出炉的 阿加维隆说 是最新的 最高法院 按照党派界限 以6比3的投票 结果授予特朗普 一定程度的刑事 起诉豁免权 索托马约尔在意义中写道 法院的判决嘲笑了 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原则 程大厨说 这项裁决标志着自18世纪美国建国以来 最高法院首次宣布 前总统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免受刑事指控 阿加维隆说 法院裁定总统无权因非官方行为获得豁免 在法院对他的豁免案件做出裁决后不久 川普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写道 我们的宪法和民主的巨大胜利 为自己是美国人而自豪 川普不可能是美版赵紫阳了 我以前做的判断完全错了 sweat底线smile sob 程大厨说 我记得那时还不解的问你有啥相似之处 阿加维隆说 该法院的保守派多数派 特朗普帮助建立的 发现 总统可以免受因延伸到其办公室 外围的官方行为而受到起诉 但可能因个人或私下行为而面临指控 如果洛厄尔 我是平敢脚说的 sweat底线smile 纳兰说 早晚要割 例如说 母八配的面具 第五版 实义说 美国最高法院 震撼裁决 允许特朗普在某些官方行为上 享受豁免成 具体细节非常复杂 分为三类行为 深刻美国20240701 他推迟 BNF6 说句玩笑话 欧洲杯 就是非洲球员之间的比赛 喜极而泣 BMW说 也没错 进了 哈哈 终于 例如说 晚上还有一场罗纳耳朵 BMW说 看呐 例如说 瑞典四台 挪威 DVR 都实况转播 Milberland一说 法国投轮票数 极右翼34 左翼28 中间 马克龙20 左翼 中间决定联合对抗 极右翼 这是多次的顾忌重演 BMW说 德国R的 Lear说 对的 R does 我看瑞典四台 R节目表 没有特别标明UF 只写了个Sports chart Milberland一说 能像川普这样 能把持一个大党 而且有几乎一半保守 加中间选民的支持 确实是一种本事 在法国 德国 都得是联合政府 实验说 日本孤独 是流行的核心生活 如果我说我不担心 那是在撒谎 我们偶尔会互相打招呼 但进此 如果我的邻居死了 我不确定我会注意到 深刻亚州 20240 701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聊天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 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 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